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百位上的数 好 比如说这些 看65 六上面有一个点 6就是十位上的数 所以就是65 这个65 六上面有两个点 照明6就是百位上的数 也就是现在的605 依次内推 这就是历史上的技术方法 好 下面我们来学一学 现实中的技术 首先 我们先来多角度认识一千 我们看下面一共有多少个台点呢 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台点表示一 一列有十个 所以就是十个一 也就是一个十 这是一列的数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现在穿出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列 十列台点就是十个十 就是一百 一百的台点正好对用一个大格 我们把它用刻度尺来摆一下 一百一百的数 我们看一个大格代表一百 两个大格就是二百 三个大格就是三百 四个大格四百 五五百六六百 七七百八八百九九百 十个大格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千 九百再加一百就是一千 这一共是一千个条表 我们看 十个一百是一千 刚才我们数了是不是一共有十个大格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一共有十个大格 所以十个一百就是一千 同学们在观察一下 还能看出什么来呢 有个同学说 我发现九百和一百合起来是一千 我们看 最边上的一百 还有这里边的九百 它们俩合起来是一千 对不对呢 对的 是对称的两个数合起来是一千 还有同学说 我发现八百和二百合起来也是一千 我们来观察一下 八百和二百也是对称的 它们俩合起来也是一千 同学们你们都发现了吗 好 我们来看 千和百之间的字率是十 我们看这里是一百 这里是一千 是不是 十个一百是一千 所以千和百之间的净率是一千 好 下面让我们来念一念 填一填 十个几是一千 十个几是一千 刚才我们算了 十个一百是一千 技术单位有 各 十 百 好 先写到千 我们来填一填下面的框 五百 六百 找规律 看应该填什么呢 是不是 六百五百 多一百 八百比六百 多二百 中间还以为数 所以这个数应该是八百 比他多一百 他比六百 多一百 所以这里应该是七百 那这个数 就是不是应该是五百 比他多一百 所以是四百 然后是八百再加一百 九百 九百再加一百 九百加一百是一千 我们再看下面的数 九百九十四 空一个数 两个数 变成了九百九十七 空了一个数 变成了九百九十九 我们往下数 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呢 所以就是 九百九十四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再往下数 九百九十七 前后一个数 都比前一个数 多一 九百九十八 数到了九百九十九的时候 然后下面一个数 就是一千 同学们你们都填对了吗 好 下面让我们来一一一 多点都认识一千 一千是比百高一级的技术单位 二个十百千都是技术单位 三十个一百就是一千 四一千里面有一百个十 五 相连技术单位 之间的字率 都是十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